我現在發現有一個人好厲害 廖燦昌 剛剛講你因為慶福外被檢任 檢任以後你不但沒有下去 你還可以去當藝營 藝營走上面 你是越走越高 可是越走越高你就算了 很多的炸彈案 很多的這種案子 都跟他有關 已經造成了700億的公庫損失了 抱歉這個廖燦昌這個人真的相當厲害 他曾經擔任過這個合庫 還有土營還有第一銀行的董事長 而且在他任內來說的話 他有非常多的這個 算是不好的這個紀錄 抱歉他2015年的時候 他因為那當時我們講過 慶福和百億的這個炸彈案 他被解任 那就沒了 後來在兩年之內就沉淺之後 2019年又轉任藝營 那轉任藝營的時候 你知道他被誰挖出來嗎 被我們的蘇貞昌院長 當時立委來問他說 廖山昌他過去不是有案底嗎 他不是被解任啊 他這個炸彈案的時候 這樣的狀況 結果蘇貞昌說 我們是用人為財 用人為財 結果現在造成700億的公庫損失 所以好那是他上來的時候 不是只有這個慶福炸彈案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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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來轉任藝營之後 你看2020年的時候 當時有個遠航的這個炸彈案 結果沒想到 因為遠航炸彈案 他可能涉嫌說 他好像有幫這個張剛偉 做一些事情能夠 因為張剛偉他們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遠東航空的確是 當時的這個 你財務狀況很差 結果你為什麼還能夠 還能夠拿到這個這個貸款 那當時呢 廖餐廠他就因為這樣 他被提起公訴 說你可能有涉嫌到 違法的一個操貸的一些 炸彈的這個情形 結果沒想到 不是只有遠航啊 後來你知道 2020年 我們知道有一個論影案了嗎 這個論影案來說 來說 他們服務器不是炸彈的非常多 他們就是假裝說 我拿到台所集團相關的 我們跟他合作啊 跟他合作說 虛報營收 虛報營收的炸彈 結果炸彈了多少 427億左右 也是在他的任內 結果後來呢 我們最近又爆了一個 68億的這個 失敗都干 他正在哪 正在這個 新莊這一帶 在輔仁大學附近的這個炸彈 結果沒想到 這也是68億 結果沒想到又是他 所以他想到 他不是用人為采包 怎麼都是你啊 他想到你怎麼回事 怎麼為什麼會這樣子 一個狀況 好那我就講 自身這件事情來說 我覺得 可能跟這個很多綠營的人士 是逃不了關心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們知道蘇貞昌院長 上台之後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他把當時的 供應和庫的所有人 換過一輪 全部都換成是他要的人 那他要的人 問題是如果你做得好就算了 偏偏你上來 用人為采的廖山昌 他又捅了這麼多樓子 那現在呢 你要選舉人 大家當然會拿這個攻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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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